我忘了哪一個電台了 忘了哪一家電視 不曉得是那個什麼 三立還是哪一家 我忘記了 因為他跟全國廣播這邊合作 就是現場連線 所以呢 他的廣告費 整整四個小時 就看到說 舞台區裡面 就只有主舞台是亮著 可是旁邊這一家 扛棒 一直是亮著 光亮著這 大概四五個小時的廣告費 我就跟他講 我說折換起來 你可以回去跟你們老闆講 你大概幫公司省了好幾億的廣告效用 那時候他還笑出來 他就覺得說 我這個臉皮怎麼還這麼厚 還敢回去跟他聊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談到的是 這個團隊的部分 其實 形象跟這個什麼 形象跟行銷的塑造的部分 剛剛才談到的是 應該我們希望是 具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常常在談說 商圈不是只有業者而已 也不是只有我們組織幹部而已 叫整個的 所以其實 像這一種 這種單位 紅石智慧是美國那邊翻過來的 不然講說 像這一種 先講這個銀行 銀行好不好瞧 銀行有的時候 尤其大的 早期那種神署行庫那種 從底下的分行傳到總經理 可能那個都已經活動辦完兩個月了 還下不來 可是現在民間的銀行就會有很多 尤其像在地的信用合作社的部分 或者是說像那個什麼 區域性的銀行 他們就會比較願意 他們比較願意 所以我後面大概 有一些活動會跟 就是銀行如果他們 剛好這個商圈裡面有銀行 然後銀行的業者 他們也願意去贊助 所以像 這邊沒有 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 其實他們贊助了 鷹哥陶瓷老街的羽毛 那其實是可以去談的 因為它會去 銀行現在也越來越商業化 所以它會去了解說 你這個地方辦活動 到底對它有沒有所謂的 形象的一個提升 所以像這個也可以 然後這個 非銀行機構大概是指的是 就轉化成 在台灣的話 大概就是獅子會啦 清商會啦 然後服人社等等的 那大學其實不一定是大學 一般的學校 那我們 其實我自己個人在 尤其在這種區域型的 就比較算是鄉鎮 我很喜歡跟那個 社區發展協會跟學校合作 因為很多的這個 學校他們會有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小朋友 尤其小學會有很多的那種 才藝像什麼古鎮啊 師鎮等等的 那個錢其實都不用花很多 可是每次請到它 尤其像小朋友的月 有些會找一些 類似什麼 那個 幼稚園 剛好會結合那個小 幼稚園的那種小的 那種古隊啊 什麼等等的發表 然後就把小朋友 就把他拉到那個 商圈裡面去 小朋友一來 爸爸媽媽就一定跟得來嘛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學校的部分 跟社區的部分 大概都可以 那另外的部分 所謂的 保險投資的部分 這是在美國比較多 因為在美國的 主街中心 他們在操作的部分 他們比較跟一般企業的部分 接觸比較多 而且在美國企業贊助 那個區域性的商圈組織的發展 其實是可以的確的 那接下來 剛剛談的是 形象塑造的部分 接下來談的是 行銷的部分 事件行銷跟捷慶的部分 那這邊大概是一些 參與委員會的一些 人的人格特質 然後你要創造力 你要對計畫要喜歡 然後 柔姐你喜不喜歡計畫 喜歡 因為我那天 我其實有拍了一張你的照片 就是我看到你在那邊 蹲著在幫那個什麼 街頭藝人在佈置那個桌子 等等 其實 我們常常在講說 做商圈再造 或做商店街 或做社區產業 有時候 這是日本人講的 一個 那個什麼 一個小的 一個小的帶七雷公的 一個小的帶七雷公的 這個小的是 那個什麼 是理事長 七雷公的是委員 你感受 為什麼 因為小的的堅持 阿公的也在做 當然 我跟各位說 不是小的跟我說 大家都有對地方 付出的熱誠跟關心 我覺得這個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然那個 日本人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因為 那是大概在2000年 我們也是辦了一個 比這個規模小很多的論壇 然後 在日本人的一個 就是他形容他們當地的一個 那個 組織的一個 那個 應該是算蠻俏皮的話就是了 真的要喜歡計畫 要喜歡計畫 比如說其實你要 喜歡計畫 那你也要熱愛你自己的這一塊 商圈 這一塊 這個區域就是了 然後 能夠聚合的夥伴 這我講一個小故事 不是 我 我曾經在電子街辦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90年 第一次進到 台中市電子街辦活動 然後 我們的那個主委很年輕 大我兩歲 那 非常的 會Social 那 那時候因為電子街 剛剛好硬體完工 其實人家只知道說他 早期很有名 可是現在沒落 那時候已經沒落了 那我們的計畫的錢不多 所以我就跟副主委 我們兩個就寫了一份計畫書 就把活動寫了一份計畫書 跑去找那個 Intel 跑去找Intel 去找 贊助 然後Intel就說 我沒有年度計畫 不過我願意給你 一萬一千塊美金 因為他覺得 一萬一千塊美金 是他那時候能夠擠出 而且不需要再透過總公司那邊 那我就覺得 哇三十幾萬好多了 結果 那場活動辦下來 Intel 我們幫他掛布棋 整條街道 因為是全新的 全部就是掛了布棋 然後掛了三個月 所以Intel一算之下 那時候又是新的人潮 新的街道 人潮很多 那Intel後來就 就覺得這樣不錯 所以後來他們 隔年我們就找了 那個Epson 又隔一年又找技嘉 所以我連續三年 找不同的單位 然後我要離開電子街之前 技嘉那一年任養的 花了150萬 連續任養兩年 就是公布棋 那當然還辦一些活動 那我要談的是說 我們那個副主委 那時候革命情感怎麼來的 因為他自己管一家店 他有六個員工 他六個員工 那以前在公司 因為公司的內部的事情 是他老婆處理 他娶到一個好太太 所以他常常就往外跑 參與公共事務 可是他就是會員而已 那因為年紀輕 就差不多 後來談得來就開始 做副主委 副主委辦完第一次活動 邀了經濟部的長官 然後邀了市長 那時候市長 那時候市長 還是張萬一 邀了市長 然後教他媒體運作的方式 操作的手法 包含從記者會議題做進去 這樣弄起來 結果辦完活動以後 他就攬著我的鍵盤 跟我講說 駿駿駿你害了 你們哥哥我吃掉了 我剩一條說什麼吃掉了 他說我不知道辦活動是這樣 有夠差別 韓君處在關那五六個公司差這麼多 你知道 他其實已經 就是 對他而言的話 他發現說 原來有一個事情 是比在本業裡面 經營還要來得有趣的 而且是可以服務很多的街區的業者 而且那個 那時候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的那個 那個那個 電子界那邊的 其實相性力真的很強 我們發了首份的 這個商圈的戰報 我們稱戰報 然後就是把所有的業者的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促銷商品全部都收回來 然後印了兩萬份 然後他們的那個 他們那時候應該是企劃委員 就會拿著到處去發 然後會指派公讀生 然後買那個 宣傳車 然後就覺得 後來整個活動完以後 他就覺得說 原來 商圈在做 就是做商圈的活動 跟一般的公司的治理 甚至跟一般的 民間的這種所謂的 慈善性的單位 甚至跟服務的測試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是說 你在辦理 尤其人的部分 你在辦理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要找到對的人